学生说我的智商只有75 这个水平的智商其实就是傻瓜 因此校长嫌我智商太低 说我会拉低学校的水平 并不同意我的入学申请 说我这样的人只适合读特殊学校 可妈妈却始终坚持我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应该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机会 那晚校长擦着汗从我家出来 并跟我说妈妈真的很关心我的教育 就这样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 可刚上到校车 同学们好像都很嫌弃我 并不想我跟他们坐在一起 这时却有一位女孩主动邀请我坐在旁边 她看起来就像是美丽的天使 她叫珍妮 在路上她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除了妈妈 还没有人跟我说过话 从这以后 我们每天心灵不离 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这却引来了其他同学的不满 他们像欺负傻子一样欺负我 珍妮只能叫我赶紧跑 这是发生了妈妈常说的 每天都会有奇迹 我居然轻松地摆脱了汽车追赶了他们 在珍妮的陪伴下 我们都长大了 可他们却还在切而不舍地欺负我 珍妮一如既往地叫我跑 他们也依旧在后面追 只不过追赶的工具换成了汽车 没办法 我慌不择路地跑进了橄榄球赛场 我努力地向前奔跑 居然轻松地把所有人都甩在了身后 这也惊待了看台上的教练 难以置信 我居然一次进入了大学 他们让我加入了学校的球队 因为每次都能帮球队获得冠军 他们又把我推荐到了一个教权明星的球队 在这里有吃不完的免费的食物 还有一个叫肯迪迪的人要跟我们挨个握手 可我并不想和她握手 我只想尽快找个地方上厕所 那晚我去找珍妮 却看见她被人摁在车里 看样子他们好像有打架 我冲过去把那男的揍了一顿 并把她拽了出来 可珍妮却好像生气了 而且还要赶我走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帮了她 她却生气地要赶我走 我只是在大学玩了几年的足球 居然就拿到了大学学位 这天正好赶上征兵 我就这样被选中去了当兵 在车上所有的人都还是不喜欢我 不愿意让我坐他们旁边 只有巴不主动邀请我跟她坐一起 她是我在这里认识的最好的朋友 她的梦想是当一名捕虾船长 每天都在我耳边说 跟虾有关的所有事情 来到部队才发现 我与部队的生活十分契合 只要做好上级安排的事情 就能得到夸奖 可一到晚上 我还是很想念妈妈和珍妮 后来才得知珍妮被学校开除了 现在在一家酒吧住场 她好像实现了她的梦想 成了一位歌手 我看见有人在欺负她 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帮她解了围 可她又一次生我的气跑开了 并告诉我不能每次都这样 我告诉她 我爱她 可她却告诉我 我不知道什么事爱 说完随便拦了一辆车就要走 我告诉她 我就要去越南了 她只是跟我说了句 遇到危险就赶紧跑 说完还是离开了 来到越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南中文 这时候的她 是那样的一气风化 可在一次行动中 我们收到了敌人的突袭 敌人的火力太猛 我们损失惨重 但中文叫我们赶紧跑 我拽开膀子就往处跑 可是当我跑出危险区域 却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跟上来 最好的朋友巴布也不见了 于是我又掉头回去找巴布 可巴布没找到 每次都是先找到其他受伤的战友 我只能把遇到的每一个战友都先救出去 包括不愿意撤退 打算舍生取义的胆壮美 也被我硬扛了出去 最后终于找到重伤的巴布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想回家 我也因为屁股受伤住进了疗养院 在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随便吃冰淇淋 我也在这里学会了打冰棚球 我好像天生就会打 甚至一个人都能打 可但中尉却突然把我拉到床底下 他则被我把他救出来 他的命运就是战死在战场上 现在却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废人 后来他们好像看出了我打乒乓球的天赋 还乒乓球队去参加了一次外交活动 可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在打乒乓球 回来后不久总统接见了乒乓球队 并把我们安排在了新开展的水门酒店 晚上却发现对面的房间有人打着手电在找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停电了 于是打电话给前台去帮一下他们 可第二天总统突然就宣布辞职了 随后我也收到了退一批文 为了完成把布没有完成的愿望 回去之后我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艘捕虾船 可每次出去捕虾我什么都能捞上来 除了虾 他们都笑我是傻子 可妈妈说过做傻事的人才是傻子 我不管这件事的结果如何 我只是想做这件事 这天我在码头上看见了单中尉 因为我们曾经打赌 如果我当上了船长 他就能给我当水手 可我们立马就遇到了暴风雨 当时船只走药又晃 我害怕急了 可单中尉却疯了事得兴奋不已 他痛斥着风浪 痛斥着命运 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风浪过后 所有的船只都被风浪摧毁 只剩我们的布下船幸免一难 接下来的下果然毫不多了 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单中尉也终于在这一刻释怀了 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他给我们注册了一家公司 后来收到单中尉的信件 他说投资了一家叫苹果的水果公司 每年都能拿到分红 以后不用担金钱的事 可妈妈曾经说过 钱这种东西够有就行了 于是就把钱投入了工艺事业 自己回到老家做起了最质朴的工作 这天珍妮突然出现了 可仅仅过了一晚 他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又变成了独自一个人 看着珍妮送我的鞋子 我不自觉地跑了起来 从庄园跑到了公路的尽头 又从公路尽头跑到了海边 心想既然跑了那么远 那就继续跑吧 慢慢地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他们认为我是行为艺术家 认为我一直跑步是为了呼吁什么 可他们就是不信我只是单纯地想逃步而已 慢慢地我身后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跟随着 甚至有块破产的短袖生产商 让我给他出主意 可我哪懂什么精英之道啊 正好我被驶过的汽车见了一身泥 我拿过短袖擦完脸就还给了他 后来我却听说他想出了一个T恤图案 跑着跑着我想明白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你得丢开以往的事 才能不断继续前进